好,接著到下一套,在這套看之前 我想說它是不是加入這個鹹片系列的一員呢? 但原來不是你的 它是在那些鹹片系列裡面 早很久之前已經畫了一套漫畫 我們接著講的就是飛彈馬里亞AA 這一套其實的形式,我開頭看的時候 我一看第一集的時候,因為我有看上櫃的 然後我看完這一集之後,我發覺說 然後我說,是不是中間我錯過了一季? 是不是你以為那個title加上AA是以為第二季的意思? 不是,這句是不是第三季來的? 因為在第一季的時候,因為第一季我記得結局是什麼 暫斷的休止符是什麼 但第二季好像在說,為什麼AA是在說其他東西? 是很奇怪的,原作小說的動畫版 拍了一套之後就拍不到下去 然後現在隔了那麼久才拍到外傳回來 不知為什麼 可能是人氣的問題 我會說的是,它其實是某科學電磁炮的那種形式 就是在裡面 當然,某科學電磁炮就拿美琴出來 就做另一個主角 這裡依然是用Alia 不過Alia其實某種意義上,它不是真正主角 這套是間公明里 才是這個AA裡面的主角 不過我想問明里在本傳裡面,是不是動畫還沒出來? 我不是很記得,因為我沒什麼看原作 我自己也沒什麼印象 OK,不要緊 這裡裡面其實,簡單而言 暫時未知道的 Focus是什麼 似乎是解決事件 現在這個局部地區裡面的解決事件 就是在飛彈馬利亞這個大故事裡面 就好像等同於魔法禁選武陸 只是純粹講科學質 不講魔法質 我覺得是有類似這樣的影子 他可能是局部講謀 只是講武精事件 就不講什麼奇奇怪怪的特別事情 或者是變開了就是因為 本身飛彈馬利亞有今次這位男主角 而AA裡面今次的角色跟超電磁炮一樣 他只是一個老人的角色 可能他之後會出場 我不知道 他有,他會出場 I mean 超電磁炮當完之後 都會有一些重要的氣氛 可能這一個 今次就知道第二集 就稍微出場過來 裡面的劇情 甚至我猜這個原作 看過原作近時才明白 為什麼會有那一段 我自己就不太明白 我也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的 所以你說現在AA的故事 其實那個走向 我看完三集之後的走向是什麼呢? 它是一套有病的發合故事 正如我想我講完所有事情 是一幫有病的女國要搞白俠 這樣 是的 他唯一的主線 好像是想講一點點 一個阿里亞好像調查中的案件 我不知道是什麼案件 有兩條主線 還有明理的過去 明理的過去 首先明理是什麼 他講到明理好像是 有些他的步法 或者他的行動動作 好像是有底子 有些背景 但現在是不知道什麼背景 對啦 就說疑似是忍者的殺手 就是忍者的殺手間 這樣的方法 然後他似乎過去已經經歷了一些事情 令到他很想要保護到人 這件事 我覺得 我會將他跟某方的電磁炮做比較 他有一件事不是做得那麼好 他專插一些正傳的角色出來 你是不理解那個什麼角色來的 電磁炮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他不會亂將那個角色 就是suppose你記得 他有很重的意味 就是suppose你一定記得這個角色 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AA裡面 那些原作的角色 用來服務 看過原作的觀眾 就看到那個角色出來 我知道他什麼 然後笑一笑 對啦 而且你要知道 某種意義上就是 某方的電磁炮 你不知道正傳裡面 他究竟穿插在哪個故事線 是不要緊的 因為他有自己獨立的一條故事線 事實上這個外洋超電磁炮裡面 後期出現的角色 對我看小說看不太多人 已經不知道是什麼 但那些其實不影響他現在的劇情 但對這個原作小說來講 再看這個電磁炮裡面 那些角色更加有開心的 因為有些bonus的感覺 而AA的最大 當然他剛剛才開始 但是他出了幾個 我都認得是正傳的角色 其實那個鋪層不是很舊 其實是 或者是 我強烈建構不到一些影子出來 其實是 那個角色真的純粹露過 我覺得那個意義就是 會失焦在其他角色那裡 因為突然間有時候 AA的主角群 會提起某一些正傳的角色 好像很仰慕他 但是他又沒有去介紹 究竟為什麼他會仰慕他 或者跟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件事其實對我們來說 除非你真的是 非打馬利亞的粉絲 或者你真的有追開原作 不是的話 其實這個位置是一個空白位 其實一個完美的算盤 應該打得響 應該是希望 你說到那些角色出來 你就會想知道那些角色是怎樣 然後你就看回原作 我意思是正傳 但是非打馬利亞 AA的一邊 就不太覺得有這個情況做到 兩者其實有個類似的地方 某個電磁炮 其實某程度上是在強化美琴的角色 當然正傳裡面 其實美琴是有少許二線的角色 是因為他在超電磁炮 其實是很正印的 或者這樣的感覺 反而是在超電磁炮裡面 他一直都是很人氣的女主角 但是故事上的氣氛又做得不多 所以才開個外傳出來給他 不是開個外傳 是因為外傳恩利成面 他真的做起了這個角色 也有少許的前因 而非打馬利亞 其實他這裡的走向是什麼呢 我覺得馬利亞的角色 和我看正傳那個 好像是兩個人 我看正傳我不太肯定 所以那個感覺 當然行事的模式 不是太大一邊 但是可能因為什麼 少了今次 因為今次的面前 其實馬利亞就是一個奧嬌 你簡單來說 很典型的釘弓 那類型的角色 所以 因為沒有了這裡 我覺得這個角色突然之間 一個不是我認識的馬利亞 不是我看正傳動畫的時候 認識那個飛彈馬利亞 這裡的阿里亞 我沒有看正傳 感覺就是一個威風淋淋的前輩 好像很厲害 最記得他用雙馬尾打人 還有 很好奇的 唯一記得這個 就是 而你說OK 故事裡面就說 其實 鑑公明理就想成為阿里亞的 賤姊妹 賤姊妹 對 很養武的阿里亞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他也做得不好 賤姊妹 他也是純粹什麼呢 就是半雙刃 對 哈哈 又你 是一樣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 你總會找到相似的 這些拍檔setting 其實很多動漫都有的 我也是說一句 為何需要拍檔這件事 這套東西裡面 也是脫漏了最嚴重的問題 為何需要賤姊妹 他那裡說 他前輩可以提攜後輩 令到他有所提升 有私途關係 有些私途制的感覺 十次出現的結果 應該是他們倆一起戰鬥 這個是本身人的設定 這個也是 這個當然 這是一個名字的問題 對 姊妹也好 兄弟也好 契弟也好 吸兄弟也好 結婚蘭 契姊妹也好 契兄契姊妹 什麼都好 對 我覺得是一個名字 其實 當然他純粹這裡 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覺得 如果這些位置 其實我純粹說 拍檔就是拍檔 組合就是組合 如果你突然拋名字出來 我就會對那個名字有期待 是不是他和拍檔是不同的呢 很理解的 尤其是戰子妹之後 有些多一些設定出來 他好像有很多 戰子妹如何才能做契約 如何才能解除契約 戰子妹會享受什麼福利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知道當然 飛彈應該是先 可能先一些 但是我這裡看 絕對雙刑 半雙刑是很重要的 既然有一身世 不過只是第二張合同又搞定 這裡 戰子妹是要簽契約 那些東西 經過歷練 要減算好像很嚴謹 但是其實是可以退貨 是有冷靜期的 三日之內被人打敗 就搞定了 原來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 很兒戲 這個我覺得是不需要 甚至說你要病嬌 那個病嬌叫什麼呢 是 這個設定做出來之後 另外就是什麼呢 根本病嬌是沒有其他途徑入手 拆散他們 硬就變成什麼 要追加一個 原來有這樣的設定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戰子妹在三集 比較有感覺 就是拿來給他們病嬌 一個就是第二集 長頭髮那個人 因此要斬他好朋友 令到他做回他好朋友 即明理是做回他身近他的人 第三集就是阿麒麟 所以可以用一些方法 令到阿萊克來夏 做到他的戰子妹 即是阿智賴那個位 其實是 你見到他沒有位置入手 因為劇情是做不到位置讓他入手 我敢說 他也不想做到 其實發生無可挽回 真是鮮血跡結末 那種級數 因為這樣的話 就真的做不到朋友 所以他們硬做一個設定出來 事實上 其實他做的畫面 即使替換了鮮血跡結末 都差不多 想想想 引了他入屋裡 放狗 然後砍人 還不是鮮血跡結末 然後說 其實我很愛你 這套就不像那些彎劇片 OK 我明白 故事裏面 其實現在的走向 我們看到 我看不到任何故事的主線 暫時都是一些介紹角色的劇情 現在我看到這套劇的流向主線就是 每一個女角身邊 都有一個有病的女角 很仰慕他 所有的劇情也是由此展開 全部都是一個三個關係 一個女角 很仰慕另一個女角 而另一個女角 就很仰慕主角 然後就是什麼呢 她是有病的 所以她對 她仰慕的角色 深深懷恨 其實我覺得是事件來的 這些是效益血案 直接發生的 就是這個 其實戰子妹這個設定 如果從技術層邊去想 當然是 講回以前那種 在馬里亞的營望 就是你那個校園裡 有一個姊妹 會那個前輩 關注是後輩 那種感覺 但這裡就變成一個 好像有些 幻想百合的設定 然後加一些 我這樣說 我會形象化這樣說 我會怎樣看戰子妹這個設定 是嗎 結婚 什麼 愛郎結婚了 但新娘不是我 沒錯 但問題在於這個結婚 一來三天可以喊 objection 可以離婚 這個objection 時期比較長 冷靜期比較長 還有可以離婚 麒麟也可以 娶了一個老婆 再娶了一個老婆 再婚 還講一個本身人 本身人不可以離婚 其實沒有說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case 我現在看的是什麼 同色糾紛 結婚之信 他告訴你這些決定 都是不會亂來的 我告訴你 動畫 超電池跑 一開始鋪角色 但如果是漫畫 就很快就直入事件 即是直入了事件 然後才有初春 開始慢慢出來 因為事件 所以知道有這個角色出來 其實有打的 不過是打打鬧鬧式的笑 有些女主角 就貼著另一個女主角 就好像很聞很開心 那種很舊式的輕小說 就不是那麼重口味 我這樣說 最後我會這樣說這一套 你當這一套是有病的Uliuli 我也想說這一套 去看的話 大概大家會形象化到 完全有那種感覺 全部人一看到另一個女主角 貼上去之後 不是面紅之類的 是想拿著刀去殺人 那些差不多的感覺 如果你能接受的話 這套東西非常適合你 都是那些女主角 是打打鬧鬧的 不過這套是打打鬧鬧的 比較見血 見血那種打鬧的 大家會見血的 正常我也說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